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用三颗鸡蛋,一碗面粉 给孩子做一个好吃的 蓬松轩,比面包还要好吃 孩子们特别喜欢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打入三颗鸡蛋 加三颗酵母 20克白糖 先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至酵母完全融化 分少量多次 加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 搅拌至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一定要多揉一会儿 揉成一种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面团醒发着明显变大 里面都是这种丝窝组织即可 取出醒好的面团 多搓揉一会儿 排进里面的气体 面团揉至光滑 直接按压扁 擀成大薄片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片 我们利用用模具压出花形 家里没有模具的 可以用瓶盖 或者切成方形 都可以 接起多余的面皮继续重复做 全部做好后盖上保鲜膜 2次醒至10分钟 饼盛中不用刷油 也不用提前预热 直接放入饼干生坯 盖上盖子 全盛开小火慢烙 烙至饼干的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翻面再烙一分钟 烙至两边都成长金黄色 按压边缘快速灰弹 就证明熟透了 出锅 这样做出的小饼干 两面金黄 颜色饱满 掰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特别的蓬松 渲软 孩子们一口一个 超级的爱吃 如果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 您可以试一试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 我是海娟 我们下个视频间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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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